十二主题查经系列 四福音书最后一个单元 我们来看福音的诠释 可以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道成若生 第二个呢 就是实价受实 耶稣道成若生到实价受死 祂总共在地上经历到三十三年半的时间 死后第三日十里复活 复活以后呢 再经过四十天 祂就荣耀升天 所以福音的诠释呢 我们可以分为 一道成若生 二实价受死 三荣耀升天 那么有一段的经文 记载在菲利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 可以来诠释这一段的内容 第一个是道成若生 将士为人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以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西几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第二部分 受苦受辱 实价受死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部分 实力复活 荣耀升天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至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始荣耀归于父神 再看福音的诠释呢 也可以透过一句经文 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二十八节 耶稣说 我从父出来 到了世界 这就是道成若生 降世为人 我又离开世界 这就是受苦受辱 实价受死 往父那里去 这就是实力复活 荣耀神迁 福音的诠释呢 还可以透过一首小诗 这是一个英文的诗 Jesus our Saviour Left heaven above Came down to earth With a message of love Took on himself our sin And our shame Now life eternal Is ours Through his name 那我们仕途呢 也把它翻成一个中文来看 就是救主耶稣 原本是神 显明神爱 降世为人 悲赴世人 罪过羞辱 今借他名 永生我属 那么这一首小诗啊 其实都可以从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 找到相应的经文 救主耶稣原本是神 看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 说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救是神 所以救主耶稣 救是神 再看显明神爱 降世为人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 道成了若生 住在我们中间 悲赴世人 罪过羞辱 这是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说 看啊 神的羔羊 悲赴世人 罪孽的 今借他名 永生我属呢 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是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最后呢 跟大家来分享 福音的广传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说 你们望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奉主名 传福音 过去呢 是靠他的名得救 靠他的名 英文叫by his name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四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现在呢 是奉他的名 行事 奉他的名 英文叫in his name 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说 无论做什么 或说话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借着他感谢父神 将来要因他的名 来屈膝 因他的名 英文说at his name 菲利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说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靠祖灵 传福音 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说 万君之耶和华说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灵 我的灵就是神的灵 方能成事 使徒行传一章四到五节说 耶和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是不多几日 你们要说什么 圣灵的洗 又说 但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之道地极 做我的见证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主耶稣的命令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说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奉募你们的 多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教会就像办一所学校一样 首先学校要立案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耶稣了 所以教会办学校 是向主耶稣来立案 第二是到各处招生 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然后呢就新生要注册 奉父子圣灵的名 施洗 最后呢是择日开课 教导主所吩咐的一切 主耶稣的交代 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到五节 说 耶稣在伯大尼的时候 有个女人拿着一一瓶 自贵的真纳达香膏来 打破玉瓶 把膏交在耶稣的头上 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 说 何用这样网费香膏呢 这香膏可以卖到三十多两银子 周济穷人 接着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到九节说 耶稣说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什么呢 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 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 去传福音的时候呢 要记得要尽你们所能的 就如同这一位这个妇女呢 他所做的 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一样 美善事是好事 传福音是一件美事 凡是坐在主身上的事 如玛利亚用香膏高足 就是美事 只要我们尽其所能 主就会满足 主也得着荣耀 传福音也算是善事 凡使人得益处的事 如犹大说 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 用来周济穷人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也算是一个善事 传福音更是好事 传福音使罪人得永生的益处 算是一个善事 更需要让主得着满足和荣耀 这才算是美事 所以善事再加上美事 就是一件名符其实的好事 所以说传福音 就是传好消息 所以 以使徒保罗临终前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幸的道我也已经守住了 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 按照希腊原文 这里所谓的美事的美 跟美好的仗的美好 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 编号是G2570 尽全力传福音 使人知道福音 是人的工作 传福音的目的 虽说是领人归主 但是传福音 不等于就是领人归主 传福音是基督徒的义务 也是权利 只要我们将这好消息 传给他人知道 并分享你个人得救的见证 这就是在传福音了 叫人接受福音呢 是神的工作 以佛所说二章十节 清楚地说 我们原是祂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所以人能信主 完全是圣灵的工作 以上呢 是这个单元的全部内容